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市场 它一直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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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情况下 无论你手中有房子还是有股票 还是证券资金加密货币等等等等 任何投资理财的产品 你都知道怎样在这个市场里面去赚钱吗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如果市场是这样子的 它一直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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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 作为投资者应该怎样去赚钱 所以今天呢 那我就想要来和很多跟我一样的小白 韭菜初学投资者来介绍这样的一个工具 叫做做空 忽略我写的很难看的字 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概念 做空 在英语里面呢 它叫做short selling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 我知道有很多人非常的讨厌 做空这样的一个行为 大家觉得这些人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吧 因为当大家都希望股票涨涨涨的时候呢 他们希望股票跌 甚至有的人认为 他们赚钱是基建立于别人输钱的前提下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对他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 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金融市场中其中的一个工具 同时他也是这个市场里面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比值得我们去学习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东西 好 那么到底什么是做空呢 通常情况下你去买一只股票 比如说你是五块钱买来的 在市场好的时候呢 它会涨啊涨啊涨啊涨到十块钱 你把它卖掉 那你这个赚来了五块钱 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叫做做多 这个就是做多 做空是什么情况呢 做空是说在一个市场很不好的时候 市场一直跌的时候你以十块钱的价格把一只股票卖出去 然后呢再以五块钱把这只股票买回来 这个就叫做做空 而且很多人肯定会问一个问题 说我手中没有这个股票 我怎样去把这个股票卖出去 怎样去把它买回来 那我是不是先要去买这只股票呢 不是 不是 你可以去借这只股票 你怎样去借呢 你去找你的那个券商 任何人都会在券商那边开一个户啊 比如说你在券商里面开户吧 这个是你啊 这个是你 这个长得比较少白的是你 然后这个戴高帽子的呢 这是很多钱的 这是券商 你去找你的券商说什么呢 说我觉得某只股票 不是 你不需要跟他说啊 比如说你心中小 某个公司前景不太好 或者你在心目里看到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这个企业不太好的消息 你认为他的股价会跌 你认为他这个公司的市值会跌 明年赚的钱比今年赚的钱少 你去找你的券商说 券商叔叔你好 我问你借一只股票可不可以 你去问你的券商借一只股票 说我将来会还给你 可能六个月 可能一年两年十年 这个无所谓 将来你会把这个股票还给他 如果他手中没有的话 他可以去问其他的券商借 如果其他券商也没有 他可以问投资者借 你问他借来的这个股票 一旦借来以后呢 你马上就到这个市场上 去把他以十块钱的价格卖出去 卖出去以后 等这只股票跌跌跌跌下来 跌到五块钱的时候呢 你再把这个股票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做什么呢 还给你的这个券商 那你问他借一只股票 还一只股票给他 股票就对他不欠 两不相欠 但是在资金上面呢 你以十块钱的价格卖了出去 五块钱的价格买了回来 所以呢 你是赚了五块钱 这就是为什么做空投资者 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 也可以去赚钱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 说完做空这个概念以后呢 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提醒大家 特别是在做空的时候 投资者会面临的风险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在普通的一个 做多的情况下 你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哪怕它涨到十块钱 甚至涨到更高 涨到一百或者一千 它是上不分顶的 所以你的利润 从数学上面来说 它是无限的 你的亏损是有限的 你最多只能够亏掉 你当时投入的这五块钱 你不可以亏更多的钱 因为这是你投入的本金 所以说做多的时候 利润是无限的 而亏损是有限的 当你做空的时候呢 情况就是完全相反的 你的利润是有限的 你十块钱 把这个股票卖出去以后 你最多 这个股票哪怕跌到零 通常来说不会跌到零 你最多只能赚到这个十块钱 而假如这只股票 事与愿违 它开始涨的话 由于我们当时是问券商借来这只股票 我们将来要买回来还给它 所以哪怕 所以这只股票 假如它事与愿违 开始涨 往上涨 打到一百 你就需要一百买回来还给券商 涨到一千 一千买回来还给券商 所以你的利润是有限的 而你的亏损是无限的 这是做空的情况下 特别大的一个风险 当然了 在你去券商那边开户的时候 你可能会涉及到借钱去做空 所以说可能会有利息 甚至会有杠杆的风险 还有保证金 我们英语里面叫margin call 比如说你保证金不够了 你券商打电话给你 叫你把股票卖掉 或者把钱拿进来 甚至券商手中有权利 可以任何时候 要求你把股票买回来还给它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些话题 可能我们要放到今后的视频里面 去详细的讨论 在每一个券商那边 它的费用 规则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需要知道 更多关于做空的信息 你需要去联系你自己的券商 很多人会问我 建议什么样的券商 实际上我会觉得说 由于大家的地域性不同 你在不一样的地方 甚至你对理财产 金融市场有不一样的知识范围 你的资金的大小 甚至你能承担的风险的程度 我会觉得对于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对自己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考量 可能我将来会出一期视频 专门来讲一讲 关于对券商的选择吧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吧 我想关于做空 有的人可能会看到风险 有的人可能会看到机会 有的人可能会特别的反感 我希望不会啊 因为我认为它只是一个金融市场 不可欠缺的一个工具